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富麗社群的Elson 今天我們人所在的位置就是土城 說到土城你想要什麼呢 不要告訴我你覺得土城沒有景點沒有美食 我跟你說錯 今天我就要帶你去我口袋名單裡面的 土城美食與景點去走走 讓你們知道土城有哪些好吃好玩的 那我們走吧 Go 大家好 我是Elson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將提供更多優質的影片給你 讓你旅遊訂房不踩雷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這一站我們來到水豚騎士 要看可愛的水豚不用到宜蘭囉 在台北就可以觀賞到 那這邊入園的門票是100塊 但是如果你有購買餐點消費就變50塊 要不要消費就看你自己決定囉 我們進去瞧瞧吧 我們今天在水豚騎士點的餐點已經到了 那包含它裡面主要是兩種 一個是雞蛋糕 一個是鬆餅 那我們今天的雞蛋糕 雞蛋糕本體有分兩種 一個是白白胖胖 一個是曬黑的水豚 對然後我們兩種都點 那口味上是一個是奶油一個是蒸果巧克力 既然來了我們就趕快來試試看它口味如何吧 這個可愛到不知道如何下手 但是我還是必須解決它 這個應該是動物性奶油吧 很香 我來先看一下 這個感覺比較潔白一點 它應該就是白白胖胖 來現在沾一口 先從屁股開始吃好了 它外面其實還是有它一個酥脆的感覺 酥脆的口感 然後裡面很柔軟 這個真的吃起來跟一般的火辣一樣 是因為它的外皮 它比較有一點厚度的感覺 所以它不像一般雞蛋糕 可能很容易就會變形 或是沒有那麼脆 再來我剛剛先吃了它的白白胖胖雞蛋糕 現在來吃曬黑的水豚 然後這次的醬是蒸果的可可 所以我先來吃蛋糕本體 整個主題性真的很重要 說實在的 它看起來 一般的雞蛋糕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在這裡它就變得特別特別可愛了 在黑的水豚裡面本體都是有點巧克力的香 但是我本身就喜歡巧克力 所以我必須要再加一下它的蒸果巧克力 有點像是巧克力自己去化開來的 自己再加一條那種加熱巧克力 先吃囉 我覺得我果然是比較喜歡巧克力 它的盒子真的好可愛喔 可以看到 這個店名然後後面有一個 很像小小的植糖的感覺 然後還有壓壓 來這裡真的是童心大噴發 等一下我們就出發去旁邊看水豚囉 早前吃 吃完點心我們進去看水豚 趙元相當熱情於我們講解 還能夠近一距離的餵食水豚與撫摸它 水豚吃東西的樣子真的有夠療癒 有點像小松鼠在吃飯的樣子 這兩杯牧草根本不夠味 水豚摸起來的觸感也與想像中的不一樣 看似蓬鬆柔軟的毛髮 卻是像把刷子又硬又粗 聽說如果一直撫摸讓水豚很舒服的話 還會呈現可遇不可求的炸毛狀態 只可惜這次我們沒有遇到 這裡除了水豚外 還有兔子、貓、狗跟科達鴨 像是個小型的動物園 可以直接與動物接觸 這邊提醒一下各位 目前水豚騎士只賣點心類 已經沒有販售減餐囉 我們現在鎖在這一站 是土城的守信坊創意和果子文化館 其實剛進來真的好像日本 可以看到巨型的麻糬燒公仔 還有鳥居以及可愛的招財貓 其實進來這邊的話 參觀都不用預約也不用門票 我們趕快去看裡面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吧 守信坊懷舊的日式大街也是必拍的取景點 彷彿將日本京都的街道都整個搬進了守信坊 入口處就有個手洗區 充滿日本的風情 在進入館前可以先來這邊體驗手洗文化 先以右手持餅巢清洗左手 再以左手持餅巢清洗右手 然後清洗左手再豎起餅巢清洗乾淨 將餅巢放回原處 走道上有著不少日式風的裝飾 紫頭花掛在馬魚上別具一番風情 一路走來介紹著關於和果子的歷史言格 將氛圍營造得很足 館內則是有著各式的和果子產品 各個包裝精美彷彿一裝裝藝術品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報名這裡的和果子體驗班 只是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沒有體驗了 那我現在鎖在這一站是土城的日月光廣場 那日月光廣場開幕於2018年 裡面在B1以及1樓包含許多商店餐廳 甚至有威秀以及日系的大創生活百貨等等 那日月光廣場為整個土城增加許多工作機會 同時也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 這邊的服飾店多為平價風格 Gordano與Net 一樓還有著電影院 地下則是有著遊戲場 適合親子同樂 假日的時候 一起來到這裡逛街放鬆 在土城肚子餓要吃什麼呢 今天呢 Elsan帶來吃這間 台灣之光土城的阿成鵝肉 它連續多年獲得必比登美食推薦喔 那聽說裡面鵝肉超嫩超多汁的 而且整個裝潢看起來氣勢也非常強 我們趕快繼續試試看囉 Let's go 大家有沒有看我們桌上一整桌的佳養 我們今天點的菜色都來了 然後今天呢 網友必點的包含哪些呢 包含這個是杏鮑菇的香腸 然後桂竹筍一定是非來不喝 然後還有這個是 看起來就很誘人的XO醬麵線 以及乾意麵 還有我們點的是比較嫩的 就是燻的鵝肉 然後小份的 可以看這個小份就這麼大一份 好驚人喔 然後另外它的醬料部分也非常的精彩 醬料部分有包含就是和油的甜醬 然後和油醬油 還有和油辣椒 還有一個基本的醬油 還有一個基本的醬油 這個拌麵其實也是有技巧 然後說穿的就是兩隻分開來拌 很香而已 香都不行 而且它XO醬那個 海鮮的氣息很明顯 XO醬其實很貴耶 因為我在外面買的那一罐就好幾百塊 它給人那個醬非常的多 一個不惜成本的概念 XO醬麵線 鮮 它整個香味的層次非常非常的多 很令人驚豔 我覺得 如果想要吃一個看起來很低調 但其實內心很奢華 層次很多的東西 的話我覺得 尬在這個XO醬麵線 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現在這一道呢 是乾的衣麵 有一點醋的香味 嗯 它的麵裡非常有嚼勁 而且 不會很軟 雖然它沒有像XO醬麵線 這麼華麗的感覺 但是 它吃起來口感其實更耐吃耶 我覺得非常的耐吃 而且 乾衣麵 我覺得搭配 等一下的貴族筍液非常適合 那乾衣麵 加一點點油蔥酥而已 其實味道就好香 我覺得喜歡吃乾麵類的 千萬不要說過它的乾衣麵 我想要先試一下貴族筍 因為剛吃了 剛吃了我們的那個乾麵系列 來試一下貴族筍 好清香喔 非常的嫩 真的非常嫩 因為我有吃過那種貴族筍 它真的跟知足怎麼樣一樣 有夠興 它的貴族筍非常嫩 以外呢 而且不會死鹹 這貴族筍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你單吃也不一定要配配 你就很好吃了 欸 等不住耶 嗯 再來呢我們試一下這一道是炒水點 我試一下它的口味 這道菜的部分啊 它有再去 加上蚵油還是怎樣 我覺得都很香耶 它吃起來 比較清爽 不像 味鹵水的味道這麼重 但是 它的香氣又不是了然無味 因為它裡面還有油蔥的香味 還有應該是蚵油啦 我覺得應該是蚵油的香氣 所以其實 它吃起來是舒服 而且 會讓你不是覺得吃很多 重點是 它的菜很嫩 那如果喜歡吃青菜類的話 一定不要錯過 我覺得水點是可以點喔 可以點好 另外一道大家推薦的 這個是 杏包糊香腸 你要先換個味道 它看起來其實 光排的就精緻耶 不得不說 其實必比跟推薦的餐廳啊 其實真的是色香味 都要聚全 然後我都說 來試一下這個 杏包糊的香腸 我本來真的就滿喜歡吃香腸 要搭一個蒜頭吃好了 欸這口味非常的神奇耶 這 它就像是 魚蛋一樣那樣咬下去 火滋火滋那種彈跳的感覺 對 而且這種的吃它完全融合 完全融合 喔 非常的好耶 必點 阿神來必點杏包糊香腸 你以為是白飯嗎 不是 它是蚵油飯 這其實最最最討厭 一間 一間餐廳的根本 跟它的初衷 就是在這個蚵油飯部分 來趕快試一下 它上面有撒黑芝麻跟白芝麻 它的米粒吃一看 就油油亮亮的 非常漂亮 而且 如果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在米粒中間 有一點點的 一點 有一點黏著感 應該是油脂 然後裹在飯的表層之後 冷卻 有一點點的黏稠感 但是 然後去瞬間它的香味 整個會溢出來 這個就是阿神的初衷 我覺得我看到了阿神鵝肉的初衷 前面鋪成這麼久 我今天就要迎來 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的鵝肉本人 你看看 你看這個刀工 你不要跟我說 你家巷口的鵝肉 可以切這麼漂亮 我不相信 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被必比登推薦的 哇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了醬料 有所包含醬油 然後 鵝油辣椒 然後 還有鵝油醬油 以及這個 我覺得這應該是第一名喔 我猜啦 還沒吃之前 我猜它應該第一名 鵝油的甜醬 現在試一下 現在蘸一下 我想蘸的這個甜醬 喔 怎麼這麼好吃 而且 我知道它為什麼要吃這樣的厚薄 它本身肉質的彈性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它今天再厚一點點 可能 很多不管是老人或小孩吃的感覺 就會可能覺得比較負擔 沒有辦法拒絕在那裡吃 它這個是很完美的一個比例 再來我來試一下 鵝油的醬油 這油醬油顏色其實真的很淡 我很難想像它的味道整個 怎麼這麼鮮 鵝油醬油味道非常的鮮耶 但是它偏鹹一點點 它很適合出來 來做料理做調味 再加一下它辣椒 因為我本身其實對辣的臭辣力蠻低的 這個超級香 但是它超級辣 不行不行 這個真的太辣了 耳朵馬上扒好 再來我來試一下一般的醬油部分 四五次在阿強連醬油都會感受到它的用心 我蘸醬油 鵝肉蘸醬油汁 最喜歡它吃生魚片的口感耶 只有不同的醬料 帶出了本身的食材 鮮甜以外 它連口感都有些微變化耶 大家有進去記得 可以來吃吃看 它本身還有很多醬料啦 該說我選這幾種 不可吃耶 我要繼續想要我的美食了 那大家 就先讓我吃完之後 再跟大家做個分享 哇 真的吃得超級飽的 那這次的土陳一日遊呢 真的是有吃又有玩了 那獅子顛覆你對土陳的想像呢 那有機會也希望你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我們這支影片操作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